美国总统选举将在11月8号登场 选民会票选出美国第58届总统 如果美国跟大多数的民族国家不同 总统不是一人一票选出来的 也就是说 总统不是获得最多选民的票数 就能够当上的哦 想要了解美国总统的选举制度 首先我们要了解选举人的概念 总统实际上是由选举人的票数所决定的 而美国一共有538位的选举人 跟美国参众两院人数相等 只要一位候选人取得270张选举人票 就会是下一任的总统 你这不是在闹我吗 美国注册选民难道不用投票吗 现在就是选民出场的时候了 选民就是决定投给哪一位选举人 我们以德州为例好了 德州共有38张选举人票 不过38张选举人票 不是让两边的候选人互相瓜分 因为接下来我们要了解赢者全拿的概念 也就是说 如果A候选人获得德州选民的最多票数 那么38张的选举人票都将会归他所有 到最后 谁的选举人票超过270张 就会是下一任的总统啦 不过赢者全拿的概念 不能够套用在内部拉斯加州和缅宁州 因为这两个州数不采用赢者全拿的制度 只要谁赢了选举人的票就会是归他拿 这不是很麻烦吗 为何就不能够简单一点一人一票呢 其实这种制度更能够保障小州的利益 避免一些候选人将资源都集中在人口较多的州 而忽略了其他人口稀少的州